最近我留意到,如果说中概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 或者是一些中国概念的科技股,未必是美国上市 你当这几天发生的事件 首先有机会美国退市危机,被退市 然后看到美国上周末的中概股都散了,有些跌了两三成 今天回来的消息就是引发了某个基金爆仓 然后投行就是要被逼斩它的仓,令投行输到 投行都要投行 至少三间了,现在已经数到,那怎样呢? 会不会引发了一个负面的情绪在这个板块上? 你这么悲,我乐观一点,我未看到这件事发生 也不希望它会发生 你说得对,其实有时候所谓获不单行 中概股已经退市了,本身之前已经跌了 再加上利率的压力,令到有部份基金 可能仓位真的太重了,现在要斩了 但是我也会留意到,影响都是个别股票来的 可能仓位真的特别大,没有暂时未看到 不是,整个板块都要死,整个板块都要一齐 要签不要货的 幸好未看到这些事情发生 但是当然,当我们今天又再知多了一些资讯 就是原来烧到投行 那会不会又再所以,所谓火烧连环船 影响其他股票,或者影响整个 我们叫孖展仓位又会怎样呢 这个大家这两天要留意多一点 尤其是如果自己拿着个股 某些个股是发觉它有移动 要立刻炒炒,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不过希望这样,Debbie你说害怕 我暂时未看到,但是大家一定要留意 不过也有麻烦 你起码整个气氛是再打疾了 本身股值已经高了 原本想说要超买一些反弹 你又要正单这样的事情 你很难令人睡得安乐 买了就睡得安乐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消息的变化 过去一段日子,刚才我们也提过 股票市场仍然有钱在里面玩 只不过就是新旧在交替 如果最新观察资金流 原来价值股和增长股 中间的距离 应该有历史而来第四那么大 如何解释这件事呢 因为最新我看到资金流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些 trend 原来那些价值基金 截至上星期三为止 流入的资金量是环球42亿美金 但增长型的基金 其实是负34亿美金 变成一个减一个的时候 区域就很阔了 究竟我们 或者加上刚才我们说的因素 有基金爆仓 其实已经开始蔓延到一些价值型股份 可能都会令投资者有忧虑 究竟这两者 未来应该去怎样玩呢 这个组合 希望真的不会去到那么差 到处去烧 我想这样的玩法 都要记住这件事 就是我们在疫苗出了之后 其实生态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那些钱肯进来 还有对于基金来说 他真的看到前景 有机会由最差的情况上来 所以他买在旧经济股 是买得舒服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 其实省的基金经理 影响的省经济股 都赢了不少 所以他转下去那一刻 其实是容易去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所谓的新旧轮动 其实都很清晰的 尤其是在右手边的图 我们会看到 红色那条线上的时间 就代表新经济股跑赢 下来呢 新经济股跑赢 明显上上下下 但是呢 现在发觉 旧经济股的所谓的momentum 是越来越有力的 还有大家都会相信 都过了 就算今年做不回 现金不要紧 因为它都够便宜 所以简单说 其实呢 今年呢 就是投资者 第一 不要像去年那样了 喂 我只是看新经济 旧的很悶 不看 不可以 什么都要有些 不可以再做这件事 第二 亦都不可以 我今天可能 多了很多人说 应该买旧经济股 不要看新经济 又不对 因为呢 匯理股发觉是轮动 因为我刚才也有 讲的一件事就是 通胀或者是债息呢 其实相信 是来近这几个月 有些困扰而已 当大家到下半年 就会很清晰看到 通什么账啊 这个世界好得那么紧要吗 好得要有通胀吗 其实不会 甚至我会预期 那个通胀 会在下半年下跌1.5% 1.5% 如果债息有机会 信不信由你 可能美国10年债息 可能会下跌1% 都不出奇 很多 去到这个时候 新经济股 又再跟你玩过 所以今年 要想着轮动 甚至到有些逆向思维 就是 大家最不看 究竟这些时候 就买旧经济 新经济你很害怕吗 赞手指借到 可能就要开始买些 赞手指借到 就要再看 都不出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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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